欢迎回来继续Focus 疫情结束之后 2024这一年为了各种经济问题 全球各地此起彼落的抗疫潮层出不穷 今天我们看的是欧洲农民 欧洲农民再度用推垃圾封锁道路 他们的示威是朝市政厅请到垃圾 还丢排泄物 他们不接受南美国家 便宜很多的农产品进入 使得市场被挤压 他们的生产农品没有人买 英国也有上万名的农民 在伦敦街头游行 抗议英国政府未来 要对农场征收遗产税 虽然收的这个税金比例 是一般遗产税的一半 农民依旧不爽 要政府收回成命 否则英国这场抗争将会继续扩大 在巴西G20峰会登场之际 欧盟各成员国首长就推进南方共同市场自贸协定 再次进行谈判 由于法国带头反对 会议陷入僵局 但因为欧盟与巴西 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和波利维亚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贸易集团 在2019年就已初步达成协议 最近欧盟又获得了想象南美国家出口汽车化工产品的德国支持 禁凭法国一家之言 难以焊举着支持大旗的多数国家抗衡 自贸协议后续通过的可能性仍大 因此法国大批农民 18日又开着拖拉机走上街头抗议 示威行动一路进行到了19日 抗议的农民各个情绪激动 开始在市政厅前倾倒排泄物垃圾 怒喊法国政府要他们忍受 比欧盟更严格的有机农业限用农药法规 与零售商压价收购不公 现在又要被迫接受品质价格低廉的 拉美国家农产品进口 实在太不公平 法国长期以来都是欧盟农业生产大国 为了贯彻永续 祭出诸多法规限制 但也正因如此 生产出来的作物品质普遍较佳 上街示威的农民据此抗议 说政府既然已经干涉 就应该管到底 除了确保消费者都能享用到 从产地直送的新鲜肉类蔬果 也要保障他们的产品 在本地有市场 而就在法国农民为生计争权时 英国也有上万农民游街抗议 原因是英国政府将从2026年4月开始 向农场征收遗产税 预计法令实施后 全英将有7万处农场受到影响 根据新的税制政策 农民继承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农场时 必须缴交20%的税金 虽然这个比例是一般遗产税的一半 但在以前继承农场完全免税 农民因此抗议 致政府此举压垮了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许多人可能再也无法务农 最后会害得所有人没饭吃 尽管英国政府表示 新规上路后 预计每年只会有500处富裕农场 需要缴交遗产税 并表示这项规定 就是为了确保政府能一直有经费 经营务农家庭急需的NHS等公共服务 但是农民依然愤怒 表示政府如果不愿倾听他们的心声 将扩大抗争行动 不排除效法法国农民 再开拖拉机堵入维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